倒过来看西游记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西游记的魅力就在于书中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 表现了人民群众沉恶扬善的愿望 但如果把西游记的剧情倒过来看 内容会更加丰富有趣 倒过来的情况首先是 西天如来在众途里挑选了唐僧几人 成小白龙一同去大唐弘扬天书佛法 唐僧几人欣然受命 可是没有想到前路坎坷 不仅有各路妖魔破坏人间 还有众多痴妹惊怪打唐僧的主意 这一路都是步步惊险实时危急 更让师徒们难以接受的是 这些妖魔鬼怪都有背景和后台 他们作恶多端却可以不受惩罚逍遥法外 师徒们心灰意冷对现实充满失望 于是八戒躲回高老庄 沙僧钻进流沙盒 而抑制坚密的悟空不愿放弃 始终坚信邪不押阵 一路叱咤风铃斩妖除魔 与唐僧惺相惜敦去传教 而那些下凡祸害人间的妖魔鬼怪们 被悟空乱棍打死 天庭就不能接受了 毕竟那是他们的亲信家属 于是天庭从中作梗 白龙马重伤坠崖 悟空被押五指山下 而作为师父的唐三藏却抛弃徒弟 一人抵达长安传教 被大唐皇帝封为玉帝 坐享荣华富贵安然度过一生 不甘心的悟空等了五百年从五指山下逃出 来到天庭大闹天宫 异血前耻 天庭又一次施展轨迹 召回八戒杀风 与他们协商只要能处去悟空 就封他们为天鹏元帅和卷帘大将 这场兄弟间的刺杀 让悟空更加绝望 无奈之下去寻菩提祖师爷解惑 最后悟空释然了 把金箍棒丢进了东海 回到花果山和猴子猴孙隐居一生 在花果山之边化成零石 在明代 西游记因为影射官场和朝廷 成为禁术 孙悟空身上的野性 反映了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 战胜黑暗的强烈愿望 唐森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仪 衣服丸服不分是非 八戒既憨透纯苦 吃苦耐劳 同时又贪婵好色 嫉妒心强 沙僧忠心耿耿 纯仆老实 这些都与百态的人生和其相互 看起来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 其实是真实的社会与人生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 人生就是一出悲剧 而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 毁灭给人看 反过来看西游记 作恶的逍遥法外 富贵的酒肉汤肠 得适的不会倒台 受苦的泪眼度日 荒谬黑暗的社会让人绝望 即使孙大胜正气凛然 胸中意志再坚定 与漆黑的社会忧谈 孤军作战也是突然 抛弃拥有的一切能力和异地 归隐山灵石化